一张重要经典名方 需要多少实验数据 才能买出标准化第一步 最终是通过了这个科学化的手段 进一步探查了它的交机值 托尼斯科藏少年 走上困难重重的科学求证之路 I needed to make my own database so we can get the bigger data set so I have to make a lot of research and develop my knowledge We start thinking about how to make a new photo that was very challenging 少年爱迪生 明日世界 艰难正途 一个来自上海的17岁女孩 养生的一天是这样开启的 清晨和小居里的阿婆们 一起打一套八段锦 泡上一壶红茶 点上一炷清香 炖上一锅老母鸡汤 最后再放入当归和党身 这就是今天我们节目的主人公 戴明玄双休日的打开方式 而在她的家里和中医相关的元素 也是随处可见 这里是我家种的一些植物 它们其实大部分都是中药 比如说这个的话是那个白芦荟 它是有清热解读的一个功效的 然后这个它就是霍香 它有这个去熟的功效 这里的几本书其实都是 在我出生之前就已经出现在我们家里了 我觉得它挺有意思的呀 像这个《本草纲木》这本书 随便一翻就是一个生活中十分常见的调味品葱 然后它都有这个治疗 像感冒或者说鼻塞的这种功效 这个里面就是我们家经常会煮来喝茶的一些药草 像这个杏仁茶的话 它就有润肺的一个功效 然后落水花的话就是不气不血 还可以养颜的 平时我们也会在季节转换的时候 注重一些饮食上面的调整 今天我们烧一下这个百合炒山药 最近咳嗽 百合和山药是润肺的 润肺只咳的 这个怎么样我烧的 好吃 很好吃的 你刚好咳嗽 多吃一点 多吃一点 一个17岁的女孩为何如此诸爱养生 戴明璇一家与中医文化的渊源竟然可以追溯到一百年前 我听我外公说我外公的外公的爸爸 其实是一位老中医 然后我是他第七代 他曾经在于瑶平定过民间的瘟疫在清朝末年的时候 然后当地的官员还想离过他13间平方 而说起戴明璇和中医的结缘 还要从小明璇一岁那年的高伤说起 我是医院做的 但是我不是医生 我是个医务工作者 戴明璇是在一岁不到的时候 他有一次发热 那我们医院呢 有一位祖传的中医 他对小儿科呢 他是比较擅长 所以说呢 我就去找了他 然后用了以后 没多长时间 热就退了 比如说有的时候会腹泻 有的时候会感冒 有的时候会感风痰 有的时候会流鼻涕 这一系列不是很强的病症呢 都是通过中医 帮他去解决病症的 所以这孩子的成长 在我们这个家庭呢 就埋下了这样一颗中药和中医研究的种子吧 或许是血脉里流淌着的基因 或许是家庭氛围使然 带明璇从小就对中医 有着浓厚的兴趣 课余时间也热衷参加各类科创活动 预备班那一年 他就将自己的两个爱好结合在了一起 我当时第一个课题 做的是一套能快速提高 学生吸氧量的精语操设计实践 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 是在预备初一的时候呢 经常下雨 锻炼的机会就比较少 那么明璇就和爸爸呢 他经常会讨论个问题 有没有可能做一些能够让孩子缓解疲劳 能够醒脑的一些课题 当时就是翻阅中医书院线的本书 然后在里面找哪些穴位是有提升醒脑的这个作用的 来编撰成了一个肩颈操 这个穴位包括了这个百慧穴 然后太阳穴和风齿穴 然后还有大锥穴 然后还有这边膝盖往下三寸的这个足三里 周建军杨浦区少科站副站长 是一位有着近三十年一线工作经验的老站长 作为大明璇的指导老师 说起这个对中医情有独钟的女孩 她至今还记忆犹新 我发现她跟其他孩子不一样的 你跟她讲的东西的时候 她眼睛里有光 她能聚精费神的去听 最关键的就是很多学生啊 不管做模型的也好 做方案的也好 做好了之后 一般不太会注意去检测她的效果 她的执行能力很强 你要找几十个学生来这样去测试去认证 这个是对一个学生有一个考验的 在周站长眼里 利用中医经络理论 按摩穴位 数据保健操 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但大明璇小小年纪 为了验证肩颈操的有效性 不厌其烦 反复测试论证的执行力 却是难能可贵 小事牛刀的科状课题顺利完成 眼里有光的大明璇 也给周站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她没想到 两年后 这个小女孩带着另一个 和中医有关的科状课题再次找到了她 她在做第二个五位谷的时候 在学校实验室是没有这个条件的 那一定要去找大学里面的实验室 特别是面临的那些传威 这些教授 她怎么去说中她 她亲自真的就跑到大学实验室 去跟这些教授沟通了之后 教授就很愿意帮她 当时也是关注到同学们 在季节转换的时候就很容易生病 就想寻找一些中医里面 大家生活当中十分常见的 比较中性温和的一些药材 来做成一种小零食的形式 可以四七五味调和 运用药食同源五味调和的中医原理 通过超声提取法 大明璇制作出了五味果提取液 为了检验抗疲劳的功效 大明璇还设计了小鼠负重游泳实验 加以验证 通过连续五天 对服用不同剂量五味果 进行实验数据的比对 实验结果 已让大明璇对这个和两年前监警操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科创课题 充满信心 但是这一次 她却听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 那你这些东西用科学方法研究过吗 感觉成分是不是有点少 不是特别的赞同 我觉得这个不太可能吧 当时我是用那种小鼠的游泳实验 来证明这个药剂是否能够提高 小鼠的抗皮疗能力的 然后就有人质疑说 你这个小鼠游得更久了 是不是因为它们吃得更多了 就有更多能量了 其实很多人是不相信它的 就只是做一个小糖果 你怎么可能能够抗疲劳呢 基于传统中医理论的配方 是不是真的缺乏说服力和科学性 那一年只有14岁的戴明璇 有些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其实我的老师也在问我要不要换一个方向 就是不要做医药类的课题 比如说一些社科类的 或者说是人工智能类的课题 但是呢我依旧是想 禁忌一点努力来探索一下 能向大家证明一下 中医的一些方技是有效的 16岁 花一样美好绽放的年纪 大明璇迈入了上海交大附中的校园 爱笑 爱运动 执着而又充满热情 是大明璇给大家的印象 我觉得他给我的感觉是班级里的一个 类似于开心果这样的一个角色吧 他非常的善于思考 然后他也非常有靠心 他在内在里却非常有他自己的坚持 并且敢于为他自己所坚持的理想去发生 但是如何用科学的手段改良中医名方 证明他的有效性 仍然是他无法解开的心结 而当他再一次把探索中医科学化标准化 作为目标 将中医治疗鼻炎的一个经典名方 作为自己的科撰课题 他能够成功吗 中医治疗鼻炎的话 主要是以口服汤药的方式进行治疗的 但是他有着肩主不便 治疗周期比较长等问题 见效不是很快 然后西医里面的话 主要是以抗炎脱敏为主要的这个机制 它会存在一定的副作用 但是它见效很快 经过前期的社会调查 但明权发现作为一种日益普遍的慢性疾病 过敏性鼻炎的患病率在10%至25% 也就是说 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人被这个慢性疾病作困扰 虽然不是重症 但如果不及时治疗 对日常生活和健康有很大危害 而在张仲景《伤寒论》中有一个经典名方 麻黄父子细心汤 对于治疗过敏性鼻炎有非常显著的功效 但由于中药监煮不便 口服药物利用率低 见效慢等问题 患者接受度并不高 那能不能用一种新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呢 但明权产生了将麻黄父子细心汤 制成低鼻剂的想法 我觉得我这个课题的创新点就在于 它对于传统名方是一个技型上面的突破 为大家探索了更多 研制经典名方 换一种治疗形式的这个运用 它其实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 为了得到行业专家的点播 几经周折下 大明权找到了杨浦区中医医院的张书副院长 张院长是一位有着35年 行医经验的主任医师 对于眼前这个志气未脱 却异常坚定的女孩 张院长决定先带着 戴明权深入了解了医院的中药房 并为她详细介绍了麻黄 父子细心这三味药的药性 麻黄一般是讲的三大作用 一个就是截表发汗 第二个就是我们叫止咳平床 第三个是溺水 这个消肿 对于戴明权的课题研究 张院长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我对这个课题 它这个创意 高度赞赏 因为我是学三寒论的 麻黄父子细心汤 治疗鼻炎效果确实非常好 我本身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鼻炎的病人 小代的将来这个字机 用到临床的时候 我可以做第一个试验 得到了院长的鼓励 戴明权开始对中医传统名方进行改良 她将麻黄父子细心汤 通过浓缩 提唇 冻干 溶胀后 成功制备出了麻黄父子细心汤 低鼻劲 从口服到低鼻 看似只是服用剂性的小小改变 但戴明权知道 只有经过充分的实验数据论证 才能有十足的把握 去回应所有质疑 我就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研究 比如说像质朴分析和小鼠实验 然后在写实验之后 来看看它的质疗效果 为了检测麻黄父子细心汤 低鼻劲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戴明权通过化学 生物 分子等多个实验 加以验证 化学定量测试分析表明 麻黄父子细心汤低鼻劲中的有效成分 而小鼠行为学实验和生化实验分析表明 小鼠的抓鼻次数和打喷嚏次数均明显减少 严正因子和年复分子的释放也有效减少 而通过分子实验更验证了低鼻剂治疗 过敏性鼻炎的机制和安全性 像我的课题的话 最终是通过了这个科学化的手段 结果就证明了低鼻的这个指导方式和指导效果 都是很显著的 也进一步地探讨了它的这个指导机制 其实在整个做科技过程当中 我自己学科上面也有很大的这个提升 我学习到了很多课堂里面学习不到的一些实验方法 用科学的实验手段 用过硬的数据说话 17岁的戴明璇终于可以大声地告诉大家 他成功了 而在一直致力于研究中药科学性和安全性的上海中医药大学 首席教授王征涛这里 他更是听到了鼓舞人心的肯定 我看了他的这个研究报告 我觉得这个科技是非常有意义 这个药传统上是做这个汤剂 是口服的 但是呢 就是这个同学呢 做的就是低笔器 这是个创新的点 因为首先这个吸入制剂 我确实昨天晚上我还查危险 国内的国外都查了 没人做这个吸入制剂 经过现在的科学系进行分析 我们要把它标准化 特别是我们做动物实验也好 养来做临床也好 才能够控制它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我觉得这个就是说 作为一个中学生 有这样的这个想法 或者是一些尝试 就是非常好 戴明玄的家里有一个特别的书柜 他骄傲地说 里面珍藏着 从预备班到高三这七年时间里 所有科状比赛的奖状 奖杯 而每一个都和中药有关 这个是我高中时期最后一次参加科状比赛的号码牌 但是我认为它不是一个结束 而是一个开始 因为我即将去学习制药学以及生化学相关的专业 我希望学习到更加标准化 科学化的制药相关的知识 在未来为重要的发展来做出贡献 G2239号 永远铭记着这个号码牌 青春就是一场不惧怕挑战的旅行 今天 戴明玄带着他的科创作品 来到明日世界的现场 他将要面对的是六位科学顾问 明玄同学 非常欢迎你来到我们少年爱迪生第八季 明日世界的现场 请你简要地介绍一下你自己 好的 各位老师好 我是来自上海市交通大学服务中学的戴明玄 我的作品是《麻黄父子细心汤》的《低笔记》 是一种对于经典美方在际情上改变的一个突破的创新 传统的重要就是把很复杂的混合物 要熬在一起 但是另外一条路是要去一个活性组分 要分离出来 你觉得这种的发展前途如何呢 对 这个也是我之后想要探索的一个领域 就是对于中药成分里面有效成分的一个提取 以及对于他们每个化学成分对应的是什么功效 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 我觉得你做的工作 这个有一个很好的特点 用现代的科技来解读中医药致病的原理 我非常赞产 我也有一个小的建议 就是你把它从口服这样一个机型 把它转变成用低笔字 低笔的这个机型 你也在老鼠身上做了这个实验 最终它还是要在人身上体现它的疗效 而这个本身呢 它是一个成熟的中药的经典名方 所以它是可以直接在人身上使用的 你可以在患者身上就来验证它的疗效 这样就有一个更加可靠的这个结论 这是我一个建议 好的 谢谢老师 我特别关注你这个研究课题 因为我本来是 是一个过敏性鼻炎患者 还是比较严重的 中药的这个问题呢 是在于 有很多呢 没有标准的方法 当然中医药 它本身有它自己的一些特点 怎么样又保留中医的这个传统的 这样一个文化的特点 又可以融入我们现在科学的 这样的一种研究方法 我们很希望在你这个课题研究的过程当中 能够形成一个这样的研究的范式 我觉得非常看好你 所以非常希望你这个药能够尽快 能够从科学上有一个突破 将来做个妖妖 好的 谢谢老师 在明日世界的现场 戴明玄用实验和数据 改良中医传统名方的科创课题 得到了科学顾问的认可和鼓励 而在有着地中海明珠美誉的突尼斯 有一群少年科学家 也正肩负着各自的使命 走上困难重重的科学求证之路 或许科创发明会面临失败 面临未知 或许面临徒劳无功 或许漫长的实验看不见尽头 那他们又将做出怎样的抉择 以此令人震惊的偶遇 成为触发科学灵感的契机 一场突如其来的事故 成为坚持科学梦想的动力 突尼斯女孩如何面对艰难正途 一半沙漠一半海洋 波光淋淋的海水 与撒哈拉沙漠史诗般的壮丽相遇 它就是突尼斯 位于非洲大陆最北端的国家 兼具非洲 阿拉伯和地中海三重属性 拥有古老文明和地中海文化 苏斯 突尼斯第三大城市 整个突尼斯一千三百多公里的 地中海沿岸最美的城市之一 也是突尼斯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被突尼斯人骄傲地称作海上之家 地中海的花园港 海水清澈湛蓝 纯粹地让人心醉 但就是这么美丽的一片海 由于渔业的发展 石油泄漏引发的海洋污染 给助理的海洋生物带来了极大的灾难 你好 我们是Ain Booker 16岁 您可以看到 我们有美丽的白沙漠 我喜欢它 我一直在那里 一刻在游泳 我看到一只鱼在游泳 它全都被塑造成油 它是一个震惊的场景 就是这次偶然的预见 让艾哈姆注意到了海洋石油泄漏的问题 查阅大量的资料后 他发现 虽然世界各国为了减少石油泄漏 对海洋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影响 采取了包括机械收集 化学分散剂 生物修复 燃烧处理等多种方法 然而处理海上石油泄漏 仍然是一项复杂的任务 处理不当 甚至会造成新的生态问题 现在我们修复的海洋石油泄漏 用很坏的技术 一是热灭它 它是热灭的 它是热灭的 其他东西是汽水泄漏 它是使用汽水泄漏 去收集这些油泄漏 它使用很多能量 很多时间 它需要很多货币 它是很贵的 我们也使用材料 它是不秩序的 其他东西是 我们使用化石油泄漏 去破坏的油泄漏 去小的水泄漏 但是它是热灭 它是热灭 所有的地球 都在海洋 如何保证在 处理泄漏石油时 不会产生新的生态污染问题 如何降低处理费用 这些泄漏的石油 是否可以再利用 怎样才能更加智能高效 带着这些问题 艾哈姆开始了自己的发明 无人驾驶的 智能石油搜集潜艇 我的研究是只能量游泳, 是一種游泳, 它是一種游泳的動物, 而不是在空中, 所以我們給它 AI的力量, 讓它們感受到油損壞, 然後還有一種游泳的運動, 一種游泳的運動, 一種游泳的運動, 一種游泳的游泳, 到中間的油損壞, 然後用一種游泳的游泳, 我們會吸收油和水混合在機器上, 艾哈姆的發明原理看似簡單, 但如何用AI攝像頭精準探測海水中的石油位置, 探測到後如何區分水和石油, 如何在機器內部進行水油分離, 想要真正投入實際運用, 每個模塊都需要單獨測試, 反覆驗證。 所以, 這個項目最挑戰的部分是AI, 你不可以在網上網上找到 資料搜尋, 包括油損壞, 所以我需要做自己的, 而且很難做, 我用了一些照片, 在網上網上網上, 一些是AI自製造的, 但主要是用資料游泳, 我們可以做很多資料游泳, 將去做很多照片, 讓我們可以有更多資料游泳, 讓我們有更好的AI測試系統。 雖然想要用科學的實驗, 得到令人信服的數據, 对于一个高中生来说困难重重 但是为了自己深爱着的那片蓝海 艾哈姆没有放弃 而他的努力也最终被关注 大学实验室看见了艾哈姆和他的科状项目所带来的价值和潜能 主动向他敞开了大门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他的发明将被应用于真实的勘测 与海洋石油泄漏问题的致力 艾哈姆也将最终完成自己的梦想 正当艾哈姆为了赖以生存的海洋保护 而不懈努力的时候 在这个城市的另一个角落 一个名叫艾纳斯的男孩 正面临着一场突如其来的事故 2021年 我姐姐有个事 她在车上跟她男朋友 很热 他们在家里 然后他们转动了空气氛 而且他们缺了空气氛 但是因为缺带的鸡吃 在家里的车车停车 开始流出了一些 加坡的氛度 他们两个都住在车 逢个五分钟 然后他们认为 他们证明他们在飲用加坡的氛度 这是一个非常灵性的 我对我说 他们两个死亡 我知道死亡的数字不太高 但他们仍然是人 而且他们必须生存 他们不需要死 钱不能购买 一氧化碳是一种无色 无味 也没有任何刺激性的气体 在大量吸入人体之后 通常不会感觉窒息 却会导致人体血液 丧失润出氧气的功能 这也是为什么艾纳斯的姐姐 在没有意识到 一氧化碳中毒的情况下 因缺氧而慢慢死亡的原因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 全家人一度陷入绝望 我真的太惹怒了 有时候我只是哭了 因为我们不能做任何事 他毁灭了整个家庭 不仅仅是一个家庭 我们全都疲惫了 姐姐的离去给艾纳斯一家蒙上了巨大的阴影 她是家中的长女 也是家里的骄傲 一个医学院即将毕业的学生 即使她没能参加最后的毕业典礼 同学们已把艾纳斯姐姐的照片 放在了毕业纪念册中 表达对她的哀思 艾纳斯的母亲每日一泪洗面 经常翻看姐姐曾经的画作 和手机里仅存的姐姐生前的视频和照片 为了不让悲剧重演 艾纳斯决定要解决 车内一氧化碳中毒这个问题 常常魔导 sends sand 吹发出基金地磊 氧化碳中毒 它不会被其停的 但我认识了 但氧化碳的缩口 产生为导氧化碳中毒 所以 dla灵源令 磐感经常出现 抽取分铺阳 它会发生在上面 扩进行托 养式 有很多 acid 的水準是 showing which is The Particle Unit normally it works and they absorb the carbon monoxide but it is not enough it is not efficient it work only when the cars hit the four hundred degrees temperature that is why we started thinking on how to make a new filter that works and change the catalyst with another oxygen altri it will enter CO and it will be released CO2 它会避免毒性 我知道 它是危险的 地球上 发生硫黄酶 但是它比较硬黄酶 它不太脆 像硫黄酶 艾纳斯想要研发一种 新的一氧化碳过滤器 创造一个无需高温燃烧 也能将一氧化碳 转化成二氧化碳的 化学反应环境 这对于一个化学知识储备 并不充足的中学生来说 无疑是浪里逃杀的 漫长过程 首先是 材料的需求 像碳纳斯 是很贵的材料 而且很难找到 因此我们必须 如何使用少量 第二 我只是高校的学生 我没有想到 化学反应环境 和反应环境 因此我不能继续 而且我非常挑战 材料的稀缺 化学知识的匮乏 让艾纳斯的研究 一度陷入僵局 幸运的是 他遇到了当地高中的一位 物理学老师 在他的帮助下 艾纳斯的实验论证 才得以继续 我认为 或许 完成自己的科学梦想 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但是在图尼斯 越来越多少年科学家的科创成果 已经让很多人刮目相看 你好 你好 我的名字是Nurhu Dajanzri 从Tunisia 这是我的研究 Berebee Berebee 是基于 Berebee 鲨保护的 鲨保护 鲨保护 但是 没有技术 帮助他们 解释 鲨保护 鲨保护的体型比较宽大 体色成黑色 腹部覆盖有稀疏的绒毛 在北非严酷的生态条件下 遇到干旱 80%的蜂群会快速死亡 而一旦气候湿润 超强的分风性 又能让蜂群在很短的时间内 恢复到原有的数量 因此 很多突尼斯蜂农 就必须在不同的季节 不断更换养蜂地 但这也会导致蜂群疾病的传播 和蜂蜜产量的减少 如何改变这种现状 科学养蜂 就成为摆在蜂群们眼前的大事 我有个家庭 这是我的家庭 他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他有500蜂群 一天他达了400蜂群 我只是为了他悲哀 我说为什么 我不能帮他 所以我做了很多研究 我做了一种 我做了我的作品 奴儿想发明一种智能蜂箱 在蜂箱外部 安装一个 可以及时观测蜜蜂情况的装置 再设计一个手机应用软件 便与蜂农实时监控 这是我的手机 外出的蜂群 因为蜂群 是非常感激 与任何东西 是一个手机 因此我放了它外出的蜂群 而不是在蜂群 所以我的手机 是装装装 一个声音 是一声音 这是一声音 这是一个温度和温度 温度 温度 所以 所以 the GPS 会显示我们的蜂群 因为 可能会显示我们 甚至 那些人 保持他们的蜂群 很远 之后 会显示 所有的蜂群 必须 进入 Betterby 我们会显示 所有的声音 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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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所以 可能 如果蜂群 是显示 如果蜂群 他会找到 这里 他会有 所有的 通知 可能 如果有蜂群 他会有 通知 警告 有蜂群 努尔的蜂群设计 几乎考虑到了 蜂群在养蜂时 可能碰到的 所有情况 但在设计之初 他其实对养蜂知识 一无所知 我经历了很多 困难 因为 很难 研究 因为 它是非常 敌人 因为 没有 很多 研究 已经做到 Google 或 任何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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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研究 面对一个 完全陌生的 科创课题 所有细节的设计 都需要 反复的 试验和论证 而每一次 更新迭代 又将开启 另一段 求证之路 我已经 改变了我的 研究 和发展了我的研究 三次 第一次 是 用选择 第二次 是 用选择 第三次 是 这次 是 用选择 用选择 我 发生了很多 问题 第一次 因为 很难 找到 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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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GPS 第二次 我发现 问题 因为 我 不可以 做 做 很多 研究 做 这些 应用选择 我 很喜欢 建筑 因为 我希望 更好 做 新的 东西 其 我 在我 和 别人 而 我 家里 是 在 突尼斯 越来越多的青少年 开始重视 并且喜爱用科創思维解决生活困境 对于正在飞速发展的图尼斯来说 这些青少年的科技创新 或许可以成为改变 或是突破的新力量 今天 这个不断挑战自己 梦想用科技让生活越来越美好的女孩 将代表图尼斯所有有创意 有梦想的少年科学家 面对明日世界的科学顾问 她的科上作品 能够得到认可吗 了讨论方式 Hello my name is Noha Dajunzi I'm from Tunisia I'm the inventor of the Better Bee Project So why are bees so important in agriculture and the economy? Bees are the pollinators of plants and after the extinction of bees humans may survive for in additional foyes So basically bees are really important in our planet because of its important role in plants pollination and other many roles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環境和健康 我们都认为您的建议是非常重要的 我认为它将将未来的大财势 所以恭喜 谢谢 诺儿 你的科研的作品确实非常优秀 你发明的这样一个装置 应该讲还是有很好的经济的效益 你有没有考虑过怎么来推广它的市场 现在我正在与不同的药物的药物 所以现在我正在与B2C的计划 但在未来我会在与B2B的计划 后来再加上我的研究和发展我的意志 与与病毒的刺客 找到一些方法去刺激 然后为什么不去治疗 我们觉得你做了一个非常棒的工作 非常优秀 也期待你 相信你将来一定能够做出 更多更好的科研成就人 谢谢 科学探索本来就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求证之路 当我们惊叹于很多灵光一线的奇思妙想之时 今天的这些少年科学家 却为我们展现出了一种 严谨坚定的科学态度 面对质疑和未知 他们用过硬的实验数据回应 在这反复验证的过程中 改变世界的明日世界之门 也正在为他们打开 我真的很喜欢在研究中心 因为我愿意让我的城市更好 我的梦想是让我记得 我记得 我认为 我认为